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今天的航程中他们将会面对什么样的任务考验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就在超脑舰长正陶醉在地球诗歌的时候 听到地球传来的争议 AI是否能模仿诗人作诗 能 不能 只要对人工智能加以训练 是完全有可能重现古代文好的风貌 我认为不大可能 即便写出诗句 大概也是形似神离 未同交纳 争论愈演愈烈 真理不变不明 舰长决定 让超脑少年们领命 让他们在24小时内 用人工智能 模仿出人类文坛上 最璀璨的两位文豪 李白和杜甫的诗句 由此来判断这个议题的答案 今天我们专门为少年大堂 由这个挑战请来了两位 重量级的专家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科大讯飞 AI研究院 知情院长 刘聪院长 欢迎您 欢迎南京师范大学 教授于香顺 欢迎 那接下来 我们先简单地问问看 两位对这个 AI做师的看法 香顺教授 您怎么看 我呢是从事 中国诗歌的教学和科研的 当听说 我们超脑少年 能够用AI技术 来模仿李白 杜甫的诗歌 我感觉到 非常的好奇 所以呢 我是拭目以待 哎呀 还是很期待 聪月 您是什么感觉 首先我觉得 咱们这个AI写师 这个选题 其实非常好 它是属于一个叫 自然语言处理的 这样一个大的领域 我们成为人工智能 皇冠上的明珠 现在我们在业界 针对这样一个 自然语言处理的问题 最大的模型参数 可能已经能达到 千亿的级别 用到的数据量 已经可以多达 50个以上的TB 50T啊 转换过来 相当于让机器 读了超过 1亿本鸿蒙 所以这个其实是使得 我们现在技术 可以效果变好的 重要的原因 我之前记得 有一段时间 那个下围棋 阿法购阿法零 超越人脑 那大家非常关注 刚才我们说的 AI做事都还只是模仿 聪月 甚至会不会有一天超越 有这个可能 我觉得不大可能 不可能 我觉得以这个AI技术 能够做出 四平八稳的诗歌 这个我是相信的 但是能不能贴近 李白以及杜甫的风格 李白的诗歌 大多书写自己怀抱 十分飘逸潇洒 行云流水 杜甫的诗歌 大多书写 名声极苦 十分成欲顿挫 用AI技术 能不能把他们的性格 把他们的心灵 把他们的那种人格 展示出来 我还是持一个 保守的 观望的态度 比较谨慎啊 今天的挑战是让少年们训练AI 模仿出李白或者杜甫 诗风的七言绝句 我先问问魏教授 AI是如何学习 并模仿出李白和杜甫的诗文呢 AI是通过大量的学习 前任的诗座来学习写诗的 这个学习不是简单的背诵 而是将诗文数据 输入AI之后 通过成千上万次的迭代训练 这个过程可以理解为诗歌的防写练习 让诗歌更符合目标诗人的韵律 评测等等要求 从而使深圳的诗文不断接近理想状态 我们都知道诗歌讲究评测和声调 一首五诀评测 押韵如果用二进制解读 也非常的有韵力感 我举个例子 平平 遮遮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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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遮平遮遮平 如果把平 失诱成 你这么一排就变成00110 11100 11000 11001 00110 100110 其实这样就是 就是AI要写出 我们一读就觉得 是诗的东西出来 它就必须满足韵律的要求 我们人看的时候 讲平平泽泽 但是机器来说 它对的就是0001 这样的东西 如果它写出来的东西 符合我们右面看的 这种二进士的话 它就认为 我做出来的作品 符合韵律 我就可以输出出来了 这可能就是AI的格式 没错 我就想问问魏教授 这么一个设计 到底是在考察 它们的什么能力呢 整个挑战 就是考验它们的解析能力 你要训练AI做诗 这其实是个庞大的工程 其实根本24小时 是一个太大的挑战 所以我们给少年们提供的 数十万首诗歌的语料 和AI写诗的基础程序框架 少年们将通过处理语料 编写和完善AI程序 训练AI等等过程 来最终实现 用AI做出目标诗人风格的诗歌出来 我们不是纯粹地考察诗歌的好坏 而是考察少年们如何拆解分析问题 如何利用计算器和AI的能力 所以我们相当于是给了孩子们一个 复杂的任务 然后他们自己去把问题给解析成 不同的部分 然后看他们能把整个流程走完 这是完全考验你对整个复杂任务的理解 所以对两队来说压力都非常的大 接下来具体的评分标准 我们要交由我们的两位评委来为大家宣读 今天我就主要不是以咱们的 这个试试的结果来评判 我更关注的是各位超老少年们 过程当中的一些要素 第一个是关注对我们整个数据的利用 和处理的这样一些能力 第二块就是学习和创新的能力 当然此外我还会关注大家代码的规范性啊 鲁邦青啊 这样一些问题 谢谢 谢谢冲玥 那接下来有请湘盛教授 我刚刚听刘院长介绍了很多技术方面的 我是似懂非懂 我呢是看他符不符合格律 有没有一些很低级的字句错误 像不像一首诗 然后我要看他像不像杜甫的诗 像不像李白的诗 是不是一首好诗 是不是他俩的好诗 接下来到了考验你们 AI小伙伴的时刻了 少年们 你们准备好了吗 只有24个小时的时间 倒计时 开始 吃好素选恒顺 恒顺相处六年成 助力选手们一蹴而就 又是准备了 二次 他准备咛合格选手 你很快要准备吗 但还准备了 你很快要准备吗 不再准备好 早上 再到过时 我é双的故事 这其实多难24个小时 第一次遇到要有24小时完成的任务 肯定会特别难 感觉有点慌了 队长 我们想听一下你的意见 我也想听啥意见 我其实诗词懂得不多 这信息量有点大 我觉得我们得消化消化 我们怎么可能 让我们的程序会议也是 他能做到基本的表达 清楚他的意思 我觉得对程序来说已经很难了 你们是啥 哇 这是什么鬼啊 这是什么事 来 这是个什么东西 来 挖一下换饭黄的 亲爱的超脑少典 超脑大学士 会帮你们找到 重现礼堂盛事 唤醒沉睡诗人的方法 想要找到超脑大学士 线索已定藏在密码核亮 优先找到他的队伍 拥有选择诗人的证明 题目如下 穿旗二十九里程 再加一百四步零 上广一帐二尺六 下广八尺帐八身 每日一幅三百尺 故宫多少 徐日程 哦 大家知道不是 前五句是提 最后一句是问题 我来当你们解 解锁工具人吧 然后你们就提答案吧 哎对在我们算的时候你可以先瞅 零零零零到九九九九先试一下 先别废话了 这肯定是不出来了 这很简单 穿旗二十九里程 再一百一百四步零 其实就是应用题 把单位统一掉 渠道也是个什么感觉 你不觉得它像个七型吗 哦 好像是的 是的 是的 你就是你就是上底下下的 你身高除于二 不知道了 十二十 八十八十 还有还有笔吗 我来 我在旁边算一下 一帐是多少尺啊 一帐是十尺 七型水渠体积 体积算上都在除以三百 哎 三三六八一对不对 三三六八一 三三六八一 转发也这么快啊 老哥 不知道是不是 三三六八一是吧 这算是很奇怪 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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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一可能不太对 哎 四 九八零五六呢 九八零五六 不对 啊 要是对的话很容易转开的 你有什么想法吗 我才开五七七 十四 不对 九六二点四零 九六二四零不行 不是九六二四零 油门 油门有点难 啊 这个七 七太恶心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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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算出了有小数怎么回事啊 你们怎么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答案啊 我非常 几位数啊 是五位数是吧 是啊 是五位数 我六位数啊 我也是 我第一次见到一道题 我这么可以有这么多种解法的 笔局算错了吗 完蛋 我连英勇题都不会做了 不会吧 会不会我们从一开始就错了 哦 哦 天呐 你们都搞错了 来来来 给我个粉笔 快快快 等一下 我快上去 你现在提议理解错了 他这个断句错了 你上广一张二尺六 下广八尺 因为正常的渠一定是倒着的 然后帐八尺 这个是身 对 所以你们都搞错了 你怎么 你见过一个曲是这样的吗 你见过有何是这么着帐 我还想那个二十九里程 我的天呐 我聪明的孩子们 有道理 赶紧算 超脑少年 好家伙 超脑少年 我还在想为什么那么奇怪 一八五点四 开了 开了 宽渠二十九里程 再加一百四五零 这个曲的长度是 二十九里 加上一百零四五 上广一丈二尺六 上面是十二点六尺 下广八尺 曲下面是八尺 丈八深 就是它有一丈八的这个深度 我们将它的长度 乘以它空间面的面积 就得出了这个曲 我们要挖出多少体积的土 再将体积处以工人的单位工数量三百 就得到了三万两千五百八十一 这个答案 多少算多少 三二五八一 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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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哇 一首一号 什么鬼 什么鬼 对面好像解出来了 我怎么怀 对面的 对面的撒烟雾蛋 快打电话 打电话 喂 我是创导大学士 接下来你们到创导会议室来找我吧 好的 什么 创导会议室在哪里呢 会有人来指引你们 好的 OK 谢谢 谢谢 别鼓了别鼓了 有什么好鼓的 整天就做古早对吧 大家好我们是科大讯飞AI研究院研究员 我是王永灿 这位是刘一凡 AI呢就是人工智能 它广泛地应用于各个领域 提升了人类的工作效率 AI在解决一个问题之前呢 首先要获取相应的数据 选择合适的模型 如果AI得到了充分有效的训练 将会很好的达到人们对智能的需求 否则的话 它可能就不尽于人意了 首先恭喜大家提前找到了我们 具有优先的选择团 下面你们可以讨论一下 想要唤醒的是人是李白还是豆腐 我觉得李白会好一点 李白他写的诗比较多 而且他的这个诗的风格也比较稳定 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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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全要李白的 我想选杜甫 为什么要选李白 不是 你们不觉得杜甫那种 就是现实主义的那种风格 他非常的适合机器去学习 我觉得李白他过于有自己的风格 所以我觉得机器很难去学习他的风格 但是李白风格是很容易能通过文具的这种组织方式提前出来的 但是杜甫的文具它是有很强的深意在里面 机器并不能很快速地领会到这一层 情感的话你就真没办法学起来我真的 但是也有道理 那要不李白 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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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你们在这一关谁想要出战呢 我们会派出四位同学 我自己首先有一些人工智能的经验 我从两年前开始就开始在做这一方面的 相关内容了 所以我觉得我在这个项目上是有优势的 诗词是我很擅长的领域 人工智能方面我也在学习 我给个我的想法是 这些人还要再上去做解谜题 再获取个箱子 我觉得这个环节也是我们要考虑到的 对 我可以 那就我觉得佩琪可以做解题的 我觉得现在我们可以先确定 小崔 党一同 还有佩琪 然后呢 还是需要再补充一个 就是AI方向的一个同学 我觉得这个周千强比较好 因为我们和他之前的合作非常顺利 那咱们就这么决定吧 1 6 2 4 4 5 8 1 3 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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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6 他的格式之类 那我现在想法就是 两个同学负责AI的训练 郑冬还有 唐宗泽你们两个 可以上吗 好 那我先确定你们两个 然后两个同学负责 古诗词的一个鉴赏 其实我觉得 AI学习和古诗鉴赏 我应该都可以 比较 我挺了解杜甫的 还有他的写作风格 还有关于 就这些诗的 他的评词 这些规律这些 好 第三个人的话 我想让宋老师上 对 因为他两边 就其实都会 所以我更希望他做一个 就是 中间那个桥梁那个作用 第四个我 决定让刘洁杰上吧 就是刘洁杰你的定位 就是说 你要负责 更偏向于古诗词那方面的 其实AI这方面 你可以不用理 对 请少年们回到 超脑空间站 接收第二条线索 如何做出 几句重复不合的事 首先 读书破万卷 下笔如有神 其实AI作诗也是一样 你们要收集 尽可能多的古诗语料 让AI先学会 什么叫诗歌 解除这道题 你们的帮手就会出现 它会带给你们 AI作诗需要的语料素材 让AI一步到位 做出类似李白 或者杜甫风格的诗歌 是不可能的 通过阅读 尽可能多的古代的诗句 让AI先对诗 有一个基本的概念 当他学会如何作诗以后 就可以进一步学习 如何做出某位特定诗人风格的诗歌了 题目如下 水泵涛阳 秋季西降 给你们一些提示 储 食物切 欢火关切 储 储 食物切 欢火关切 什么意思啊 储 我记得 食物 食物处 哦 处 这是团切 水泵 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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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圣 当时看到在这下面的提示 储食物切 这个一出来 我就知道它是用反切中音法 就有关的了 比如 水泵 抛羊中的水泵 取水的生母 诗 取泵的孕母 恩和音调四生 就能得出密码的第一个字 圣 欢火关 储处 词物处 我知道 水泵 送 羊 涛羊 跳 过关切 秋季 秋季 气 这像是什么 涛是 T 羊是 涛羊 孙 生 羊 秋季 秋季 T 先把拼音都写出来吧 圣堂气象 STQX STQX T 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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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慢了 慢了一秒 慢了一点 他们也开了 团也太快了 水太强了 嗨 哈啰 哈啰 大家好 大家好 看来你们应该是比红队先找到的我 受卫健长所托 今天我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对你们之后的解题会比较有帮助的资料 那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一台科大训飞AI学习机里有23万首诗歌预料 里面包含了李白全其教助 因为你们是比红队先找到的我 所以呢你们可以获得百分之百的预料信息 来狼队 耶 这个好东西 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圣堂气象 从文学的角度尤其是文学批评和美学研究的角度 我们会知道圣堂气象这个词是一个专有名词 他用来特指圣堂时期诗歌的风格特征 既然我们一提到圣堂诗歌 大家脑子里应该很快就会反映出来有两个非常著名的有代表性的人物 他们就是 李白 杜甫 非常好 李杜 李白和杜甫 李白我们都知道浪漫主义的诗人代表嘛 他的风格是叫做豪放飘逸 其实这就和我们提面的水泵涛阳 水流喷射波涛汹涌 这个意象是比较符合的 杜甫 大家在语文和历史的学习中也应该会知道 它是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时期 那在这样的时期也是和我们的后半句 秋季西降 其中的两个意象 秋天 夕阳 这些意象是比较相符的 可以算是在消散自然的风格当中 也有一些沉郁顿挫的气息 这也正是我们用来形容杜甫的诗歌风格的一些特点 很遗憾的是因为你们比蓝队更慢一点找到我 所以你们只能够获得70%的语料 这一台科大训飞AI学习机理 里面包含了包括杜甫全其交注在内的16万手 是个预料 剩下的30%可能需要你们自己去进行查找 可能需要花费更多的一些时间 好吗 也行 来 好 不 直接打梗 祝你们好运 两条线索已尽数破解 请两队少年用争夺到的资源 开始AI做诗训练 两支队伍都拿到了一份基础程序的框架 选手要做的是两方面的内容 一个是通过编写程序来提取诗歌的重要的词语 一个呢 是用训练程序要AI不断地归纳出写诗歌的规律 并进行大量的练习 让生成的作品更像是一首诗 更加的成熟和完美 是这样的 我觉得在你们做具体工作之前 咱们先梳理一下都有哪些东西要做 然后咱们确保哪些工作是谁在做 好吗 好 我们第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怎么处理这个语料 前面大师让他知道这个诗是什么东西 怎么写诗的话需要很多语料 这23万首诗是提供这个功能的 围绕首有写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我就觉得肯定是需要去进行更多的一些语料的训练 已经怎么处理语料刚刚已经他告诉我了 我就这一部分直接可以让钟天翔去 对 我来处理语料就行了 是这样 就我现在想法是 格式需要改的 就格式 然后每员符号 作者 警号 关键题一按的关键题二 你现在你要做的就是把关键题课整出来 你还记得那个TFIDF吗 TFIDF TFIDF 对 我觉得是可以的 对 对分出的词语进行TFIDF算法分析 每一首诗取TFIDF值最高的前五个分词 作为这首诗的关键词 这样就将23万首诗变成了230万条语料 然后就可以把这些语料输入程序框架内进行训练了 我们负责语料处理 你们负责下载语料 没有 你们负责写程序 语料处理要写程序 对 语料处理跟写程序是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 所以你们负责那些训练 不是 我们知道语料处理怎么样的 我跟李文姐两个 负责去拿到他的 杜甫的一个语料数据 然后自己在上网去搜一搜杜甫的诗据 然后接着 我又是压压写一份代码处理 然后给周爱东和谭东泽这两个人 东哥 是不是只需要杜甫的诗 对 所以实际上一百多首放多了对吧 对 一百多首绝句可能是挺 基本上满的 基本上够了 这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你们是只需要绝句还是其他东西要吗 应该是只需要绝句 他本来就是在写绝句 对 孙老师 我们不要睡了 我们只需要绝句 那我们先把一千首 一千首不知道是什么的先考下来 然后我选择程序我删一下 然后就能够得到那百分之百 就能够得到那百分之百 可以 我们当时整个队里头是有一个大概的思路 就是说 语料它不再多 而是它比较精 比较纯 全部用杜甫的诗句 用一百条 会比我们用其他的诗人的诗句 用十万条来得好 还有关键词 关键词 关键词不全 刘依杰 靠你 靠你 你一手一手看过去吧 关键词瞎瞎瞎瞎瞎瞎弄几个 对 就一百手吗 这个也不是很难 你就大概看一眼觉得哪些是关键词 不用仔细分析的 靠你 然后下面我们来去补全这个AI 还要判断它里面能坑和调整 程序我大概看了一眼 坑不多 我的模型框架是拿到了一部分的 而且缺的还是比较关键的东西 这些缺少的部分会导致几个问题 比如说会让一个汉字连续出现一句失钟 让我的AI写出来的诗句极其单调和重复 另外还缺少对于输出诗句的格式检查 比如说我可能要求它输出七言绝句 但它输出的并不是七言的四句话 而是六句的十一眼之类的东西 但是因为我这两年都在做AI写词方面的研究 这些问题我之前都遇到过 补全其实并不复杂 我是可以搞得定的 双方队员请注意验收时间到 请前往超脑验收室接受小考 挺长时间的 走吧 但我这还没弄好我先保存 听说你们做完了 对自己的结果满意吗 还好 不满意时间也到了 就等这一刻我给两个关键词 清风 明月 然后你们各给我出一些诗歌 好好 给你们五分钟啊开始吧 给这个 要不再多来一点 至少少买一整页看起来舒服一点 对吧 根据我的经验 越到后面越好 这样子吗 对 这个 可以了 现在又生成了一个吗 但如果是一种韩光已是中的一句 那么 那么显得就是有人来离开人世了 不行 我觉得 但我觉得下面的话 可能我看的话 可能不是特别的李白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对 我觉得这个其实 OK 验收时间到 请魏教授验收 好 我从红队开始吧 把你的诗投到我的屏幕上 出了这么多诗 所以你们是哪一首诗选出来的 白色的那首 就白色的 好棒 干嘛呢 我要来读一下 好 孙玉珍你可以读 一夜清风 吹作雪 万山明月造成团 此时若有人间世 便是人间 地计寒 万里不辞千里远 三更不隔两重关 读得好 然后呢我们再让 这位来赏戏一下 简单上 可以赏戏 你要跟我们赏戏一下 行 我们想象一下 杜甫 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 连夜赶路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首诗 万里不辞千里远 三更不隔两重关 他在连夜赶路之后 风雪交加 他说我已经走了一万里了 难道还怕千里吗 我感觉到一种就是来自杜甫 他骨子里的一种豪迈 所以我就感觉这首诗真的 有唤醒那种杜甫 骨子里的那种豪迈 啊说的好 说的好 骨骨掌 嗯说的好 说的比那个诗做的还要好 这个我要点个赞 但是你没有发现 我要求的是七言绝句吧 七言绝句要几句话 六句 你四句都笑了是吧 四句 四句 我要的是四句话 你们的代码是怎么写的 为什么多说两句话 孙老师笑的跟你们的AI一样可爱 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中间有几个错误 这地方 你是不是有一个犯复的错误 就是人间事 人间 尖字出现两次 连续两句当中 然后最简单的 这种犯覆的错误 我希望你们能够功课一下 可以 好 我们看看蓝队的答题 我来 好 请 最终于 一片清风两处无 不知何物是天书 清风两袖无人管 只在如花白入孤 我们这一首诗 其实是一个具有未来想象的诗 因为我们是在想 就是如果李白 他因为他是在圣堂的一个诗人 如果李白他现在来到了安史之乱以后的这么一个大堂 会是怎么一个景象 所以我们运用了几个意象 第一个就是清风 卢花 白露 最后一个点缀是孤字 更加表达了当时李白自己心里面的一片孤寂和落寞 好棒 谢谢忠宇 谢谢忠宇 说得很好 首先很感谢刚才崔忠宇跟我们讲的李白的意思 但是有一个小小的瑕疵 李白是经历过安史之乱的对吧 我们不需要虚构 他经历了安史之乱 我们先看一下 首先我要的关键词是什么来着 清风 明月 清风 明月 明月在哪儿 明月是那个何物 我看不见 清风是不是出现两次 是 那清风两袖 无人管 跟前面一句不知何物是天书 有什么样的逻辑关系 没有什么逻辑关系 没有什么逻辑关系 对吧 它是一个跳脱出来的东西 对 所以我要说这首诗虽然也是四句 但是第一关键词没有达到 里面逻辑比较混乱 我看不到语句之间的承接关系 我也没读出意境出来 其他的意境全是你诠释出来的 所以蓝队也必须加油 你们的时间只有十几个小时了 我希望明天在古诗词专家的面前 你们能够过那一关 好吗 好 时间不多了 加油吧 最开始的时候 AI生成的诗词 它有点逻辑不通顺 有点达不到就是我们希望的那个效果 我们其实这个问题还是很严峻的 调好之后 根据魏教授的评价和建议 我又给我的AI做了升级处理 保证80%的诗歌中 都有两个关键词的出现 我让他们最后 让他生成的固定期间绝对就行了 放心 我会调整那个模式 小考 我们对的AI出现了不少问题 于是我们做了一些调整 对输出的诗歌进行格率的检验 我们进行筛选 让AI生成的80%的诗句都符合格率 我们目标是欣赏出到我们自己满意的诗 对吧 不是赢它们 对 你说的对 让我们自己满意就行了 好吗 距离比赛还有12小时 科大训飞AI学习机提醒您 超脑少年团精彩稍后继续 恒顺醋叶提醒您精彩继续 科大训飞AI学习机个性化精准学 快上天猫京东抖音以及线下门店购买 吃好醋 选恒顺 本节目由超脑家庭都爱用的 恒顺香醋六年陈战略合作播出 本节目由北大荒玩拿山乳业特约播出 会所爱尽所能 脑力不一般 人称要精彩 本节目联合知乎同步线上互动 上知乎参与超脑争霸赛互动交流 神秘大奖等你拿 我们目标是欣赏出到我们自己满意的诗 对吧 不是赢它们 对 你说的对 让我们自己满意就行了 好吗 距离比赛还有12小时 肝 对啊 从头肝到尾 又有一个肝的惊喜 昨天少年大唐友的谜团发布以后 所有的超脑少年们应该经历了你们人生当中最难忘的24个小时 所有的超脑少年们应该经历了你们人生当中最难忘的24个小时 魏教授小考成绩如何呢 我非常的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对 魏老师 你怎么对他们这么严格 对 这个任务是有点太紧了 就是一般我们做人工智能的训练的时候 一般都是要花时间的 所以我们的确 我们少年面对的挑战也非常的困难 我记得红队的宋老师 也让我印象深刻 他们出事中间 红队座的那个诗词 我说句实在话 真的是很烂 这点直白吗 但是 我们还是稍微文艳的问题 稍训风骚 稍训风骚 但是实在是不入法眼 但是宋老师上来以后 他身体语言加上他的渲染 那是把一首烧顺纷骚的诗 描绘得好像跟个名家大作一样 我看着他 我觉得他是在一本正经胡说八道 我特别想听他读诗有感情的那个部分 随便来两句宋老师 那那就来一个床前明月光吧 好嘞 来 床前明月光 一世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哎呀呀呀呀呀呀 哎呀 这个诗歌到底是什么魅力 可以让我们如此痴迷 我觉得很核心的一件事 是他有穿越时间的魅力 其实不仅诗如此 醋也一样 横顺香醋六年沉 经过六年纯酿造 只为做出更健康的自然调味 好 所以我也再跟即将登场的各位少年 来重申一下 接下来你们面临的挑战规则 超脑少年接下来 要让自己开发的AI小伙伴 根据现场超脑护航员 随机给出的关键词进行作诗 在十分钟以内的时间 要做出五首诗歌 两位专家会整体给出一个分数 然后由少年们共同决定 挑出其中的一首 两位专家会针对你们选出的一首诗歌 再给出一个分数 两个分数相加极为此龙环节的总分 最高分的队伍即可获得少年大堂游环节的胜利 今天仍然会诞生一把超脑未来赢的钥匙 本场比赛获胜的选手将会获得 由科大训飞AI学习机提供的AI学习大礼包 科大训飞深耕AI教育17年 用科大训飞AI学习机 特性化精准学 接下来我们有请两队的初战队员起立 初战吧少年 此时此刻我有些心潮澎湃 因为我即将见证 我其实并不了解的AI领域 到底能写出一些什么样的声来 首先还是要有了二位了 魏教授和静杰 因为你们要给出自己的关键词 然后我们红蓝两队的AI小伙伴呢 将会根据两位所给出的关键词 来写出两种风格的诗作 我们在题板上写好了关键词之后 就可以给两队的选手做出一个呈现 我好多汗啊救命 我给这个词啊 好了 我们先来看一看魏教授的关键词是 更多节目精彩资讯 近代新闹娱乐 万里 可以有的有的 有的有的 他们得没笑了 我们来看一看 依能静老师给出的关键词是 欢迎登陆新浪微博 参与超脑少年团队话题讨论 为超脑少年打框 欢迎登陆QQ浏览器 QQ看点 看点快报 搜索节目更多资讯 青州 那各位超脑少年请注意了 你们一共有十分钟的时间来研究关键词 让你们的AI根据关键词生成 五首诗歌 科大讯飞 AI学习机 个性化精准学 超脑任务 请开启 超脑少年版优酷全场播播 看综艺长知识 上优酷解锁更多烧脑节目 青州万里万里万里 希望有吧 加油啊 我也生不出来吧 有有有 有吗 看第二首 看245看245 不行没有万里 不行 不行啊 没有万里 完全没有万里 怎么样 你们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 我觉得再来一轮 再来一轮 他这里面只有这一个是好的 对 不行 第一个肯定不行 最后一个不行 第一个也不行 不行 不行 下一个 我们把关键词输入AI程序 每一次AI程序 都会自动生成五首诗词出来 我们需要自己评判这五首诗词 是否符合基本要求 行为是否通顺 是否是李白的风格 是否包含体面需要的关键词 一夜春流 你看另外四个顺不 另外四个一点都不重要 一点都不顺 走了 走走走走 下一个 偏州啊 偏州雨趁春风便 可以啊 加上鱼狼白鹿洲 随便洋有湖泊肉 偏州雨趁春风便 一日需来十二楼 十二楼是什么 十二楼很高的 十二楼是带子很多数 楼是什么 楼就是层 前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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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万里啊 没有万里啊 这个还好但没有万里啊 万里体现不数 第一第一句话 不是第一句话 连青楼也没有了出现了 距离任务截止 还有三分钟 有点慌了 有点慌了 还行不慌不慌 你觉得怎么样 这个我感觉 大多数比较通顺 有没有好的 就是说有没有好的 有没有好的 能挑一首就 就 我们不但需要 这五首诗都符合要求 等会儿第二轮 还需要在其中选出一首 最好的诗提交给评委 但是通顺并不代表好 我们还需要做一些文学上的判断 这个肯定不行 再来 再来 能再来呗 再来 又过去两分钟了 我们时间真的不多了 距离任务截止 还有一分钟 时间真的不多了 我觉得还行吧 还行 要不就这个吧 快点行 那就选他咯 就选他 就选他 小浪花队已选择完毕 并竖起 他们选了 他们选了 欢迎登陆新浪微博参与 超脑少年团 创举讨论 为超脑少年打筐 他们选了 他们选了 不要慌 不要急 老哥别急 老哥别急啊 距离任务截止 还有二十秒 科大训飞AI学习机提醒您 超脑少年团 精彩稍后继续 北大荒丸达山乳叶提醒您 精彩继续 科大训飞AI学习机 个性化精准学 快上天猫京东抖音 以及线下门店购买 吃好醋 选恒顺 本节目由超脑家 您都爱用的恒顺香醋 六年陈 战略合作播出 本节目由北大荒丸达山乳叶 特约播出 为所爱尽所能 脑力不一般 人生要精彩 他们选了 他们选了 不要慌 不要急 老哥别急 距离任务截止 还有二十秒 谢谢 所以要提交是吧 要 不知道 加油 加油 确定就这时了吗 小脑瓜队已选择完毕 并竖起 时间到 超脑任务关闭 完了 有万位的慌张 两队提交的诗词 已经自动生成 两位老师的科大训飞 AI学习积奈 我们先来看一看 红队生成的五首诗歌 在大屏上 我们先一窥究竟 红队的模仿风格的诗人是杜甫 红队 还有余教授看完之后 什么感觉这几首诗 他杜甫吗 红队这一首作品呢 他们对杜甫的诗歌 还是下过一点功夫的 红队 因为我注意到里面有两个地名啊 在杜甫的诗歌当中 是频繁出现的 一个是白地 一个是奎州 尤其是奎州 杜甫晚年 在奎州生活过三年 他最杰出的作品 相当一部分 是在奎州完成的 所以我注意到这个细节奎州 李白的诗歌当中 几乎没有奎州 但是杜甫的诗品当中 奎州出现频率相当之高 所以整首诗呢 它也能够体现杜甫的 那种比较成郁的这个风格 所以必须要肯定 你们对杜甫的诗歌 是下过功夫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蓝队做出的五首诗作 来 一起来看 还错啊 有些诗可以读得出来吗 还可以啊 我们也听听看余教授 这几首诗如何 这五首作品呢 从总体来看 我觉得它把那种情绪啊 也传达的比较到位 我们可以看出那种很轻松的 很愉悦的 很快乐的这个情绪 从总体分割上来讲 我觉得和李白的分割 也是比较接近的 那么李白的诗歌 他最大的特点就是行云流水 一气呵沉 这五首作品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 和李白的诗分 还是比较接近的 啊 谢谢 谢谢余教授 通愿也对这五首一个整体的感受 蓝队这五首诗啊 我一眼望上去 在这个作诗的水平上 应该是 还是应该比较明显的超过了我个人 聪明又是 又是一轮凡尔赛的发言啊 当然两位已经对这五首诗都做出了简评 由我们的评委对刚才各自的五首 李白风格和杜甫风格各自评分 评分之后先不公布 您按下不表 放在桌面上就好 我们稍后会一起 那接下来要有请红蓝两对分别在A 小伙伴所生成的五首诗歌当中 选出一首限十五分钟 计时开始 超脑少年团优酷全网读播 看综艺 长知识 让优酷解锁更多烧脑节目 这一轮他们要从上轮的五首诗中间 挑一首来提交 两轮的分数相加 才是他们最后的总分 其实啊 这就是要求孩子 不但有编写训练AI的理科能力 还要是他们对诗作文学 有一定的少息能力 对啊对啊 没办法 只能这首只能这首 对 没办法 真的没办法 小脑瓜队已选择完毕 就这样吧 就这样 平时大概也对 对 大概也对 小浪花队已选择完毕 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看 两队所选出的这一首诗歌 分别是哪一首了 我们先要看一看这边蓝队 终于这个动作可谓是摩拳擦掌 指的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他现在特别的有自信 就是做完了之后 他的那一种状态就是那一种 胜券在握的感觉是不是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边蓝队 李白风格做出的一首诗作 一起来看 有画面感 哎呀 有那么点意思 红队选出的是哪一首 我们一起来看 白地奎州一夜来 碧姬房口送人回 清晰西畔无穷水 近日行宫不用美 我还是没看懂 没看懂 我们刚才听到了这个专业的朗诵 专业水准 我们也想听听看 在两队的口中成了什么样 好不好 好 我们对吧 终于 来 来 万里春风海水流 青州如夜不知愁 三年毕地江南暗 今日逢君一泪流 好诗啊 好诗好诗 我们这一队所选择的诗词呢 首先我们是看到了李白 他对于数字的运用 是特别特别灵活的 他善用一这样的字词 去描述他的一种情感 而李白在借景抒情上面 也是颇有研究的 所以我认为我们的诗词 是优于对方的 他还加了最后一句 本来解释一下 这个怎么变成了辩论节目了 好 这个是崔忠宇刚才的解读 不得不说 别有一番风味嘛 因为这一泪流 除了这个悲怆之情 有时候也是初见的欣喜 对吧 冯君的时候 想问问余教授怎么看 蓝队的 它能够体现 我们刚刚所说的两个关键词 一个青州 一个万里 但是我要提一些毛病 第一个毛病 因为你第一句和第四句 压的是同一个字的运 万里春风海水流 今日风菌一类流 流 这个就 哎 第二 逻辑上的错误 第二句 青州如叶不知仇 他是不知仇 说明他心情很快乐 第四句 今日风菌一类流 这个情绪突然就转直下了 前后矛盾了 然后情绪上的一些把握 都可以继续改进 蓝队吧 跟李白做诗的一些相似性 但他又不是一个单纯的去拷贝 因为这些诗肯定是李白是没有做过的 从这几个层面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接下来到了这个红队了 宋老师 这首诗我跟你说 如果你朗诵的时候气韵出来了 让我们感受到了你这个写诗的初衷 有加分 然后绝对是加分项 好不好 好 来 白地奎州 一夜来 碧姬返口 送人回 清晰西畔 无穷水 近日行宫 不用美 哎 哎呀 还有动作呢 我想说一下 这首诗他大意上是在讲一首送别诗 古人写送别 一般是写的 离别的一种悲伤 但是这种诗他非常的新奇 他写 白地回州 一夜来 一夜青州 他过来接我的朋友回去 然后后面两句 清晰西畔 无穷水 近日行宫不用美 他是在想象我朋友回去路上的一种清快 哦 还能这么解 红队的解释 让我似懂非懂 我解我的问题对不起 红队这一首作品呢 在总体这个风格上呢 还是比较接近杜甫的那种成语的风格的 嗯 好处讲了 我要开始这个挑刺了 首先 有两个关键词 万里青州 但是 我在你们的诗歌当中 看不到 并没有看到这两个关键词 你们发现了吗 发现了 发现了是吧 第一句话里面有显示那个船 然后在最后两句话里 有显示非常远的距离 你的意思在这首诗里面 体现了万里青州的意思是吧 是 那个一夜就相当于青州的意思 无穷水就是相当于万里的意思 是吧 大概 只能说大概 但是我们要写诗的话 还是要把这两个关键词落实在我们的这个语句当中 我觉得这可以算是一个硬伤 第二空间很凌乱 不止所赢 对 那没办法 这一条是没办法 可以说是太凌乱了 因为白帝奎州 这个是在四川湖北交界的地方 但是毕机坊是在长安 长安 没办法 这没办法 然后清晰是在什么地方呢 是在我们南清 这杜甫游历祖国大江南北 这不就是万里吗 每一句的地点都是在不停地跳跃 不停地这个变化 所以我觉得你空间比较凌乱 这不就是万里吗 文章在底下大呼 这就是万里之所在 好 二手 万里啊 真万里啊 这也能行 这两首首在AI的角度 聪越您如何看 首先想表扬一下 宋老师刚才这个朗诵啊 非常的有情感 哦 评价很高啊 但是我大概从整个结果 说一下我的整体的感觉 可能比 差强仁义这个词还要再 勉强一点 局部的词看得懂 沿在一起不大知道在讲什么 当然这个其实它背后的原因是 我们之前这个模型训练的过程 同队解释一下 我们在用大数据训练的时候 发现它出现了一些 我们并不能解决的问题 OK 然后我们就抛弃了那些数据 因为它的效果非常差 它训练出来的AI 甚至连一句话七个字都做不到 最终呢我们这个模型 是用100首诗训练出来的 你们就用了100首诗 杜甫的诗至少有1000多首诗 你们知道做机器学习 或者训练人工正能的时候 数据量很多时候就决定成败 你在训练的时候 到底用了多少的语料 用了多少的词评 如果你训练的语料是更多的话 因为股市中自然就会有 韵律的规律 AI会把它抓出来的 所以很明显 你们可能在第一步的规划上面 就好像就已经出了问题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蓝队和红队对我们一起 对我们一起说 这些数据 它反而用的更少 这就导致它后面的一系列的结果 可能会变得不稳定 我在第一次做 用大数据出现问题之后 没有清醒地意识到 AI脱离的大数据 一定会训练不好 这可以说是非常大的 一个意识上的失误吧 我觉得如果我明确地意识到 这些数据 这件事情 我应该会对 处理大数据的时候 出现的问题 做更多的探索 的的确确 这样一个难题 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是一般来说 你到大学之后 才能做这些事 就这几天 这样一个相处 让我看到了大家的潜力 也看到了这个 各位小朋友代表的 我们中国的人工智能的未来 其实两队虽然是用这个AI在做师 但也要格外强调一下 它也绝不能代表 当今AI做师界的最高水种 这一方面有计算的 跑的这个时间 只有短短的24小时 另外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这个语料包的丰富程度 所以这只能看作是一个片段的呈现 我觉得AI无论 再怎么学习跟计算 最后还得要靠孩子们的大脑 说到一个实质了 现在的AI处理数据可以 但是赋予很多数据以意义的时候 还是人赋予它意义 所以需要从小 就补充好营养 安达善 安达善精彩配方奶粉 才能帮助孩子们开启脑力 以后的人工智能也会越来越聪明 接下来也要麻烦两位老师 要对这一次单独的这两手 做出最关键的打分 科大训飞 AI学习机 个性化精准学 超脑打分 请开启 欢迎登陆新浪微博 参与超脑少年团 话题讨论 为超脑少年打call 那我们接下来会同时亮出两个得分 第一个得分是双方两队五首诗歌的得分 第二个得分是你们选出的这一首的得分 三二一 请亮分 五首诗歌得分 红队5.0 蓝队9.0 挑选诗歌得分 红队7.0 蓝队7.5 我们来看一下聪圆的打分情况 我先说一下这个五首诗的结果 红队是6分 好 蓝队呢我先是打了9.5 站在这样一群孩子 尤其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 我认为他们值得这个10分 10分 哇 最后挑选的呢红队是7分 刚才他们的补充一定程度打动了我 蓝队是9.5分 在这个环节当中 小浪花队最后得分是36分 小脑瓜队25分 恭喜小浪花队 首先我要有请上这一轮参加挑战的蓝队和红队的队员来到我的身边 来 接下来我们要公布两队最终的得分情况 五重好营养 成就未来力 北大荒 完大山乳业 邀您见证 榜单时刻 请看大屏 小浪花队 又一把钥匙到手了啊 这一轮有两位同学的表现深深抓着我的眼球 第一位崔忠宇 我不知道蓝队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你们现在钥匙不算多 但是忠宇同学上台的好像都赢了 你现在是你们队胜率百分之百选手啊 而且很奇怪 崔忠宇并不是每一个环节当中的那个绝对C位 但我觉得你真的是蓝队的最强辅助 对对对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队长拍博上的原因吧 我们这一次这个AI写诗 其实我擅长的是文学方面 我对诗词也特别的热爱 然后也特别擅长 所以我觉得我其实不仅可以当辅助 其实在有的擅长项目上面 我还可以当绝对C位 好 好 好 信心百倍 虽然港一同他在那一直做编程啊 但我觉得有一颗诗人的心啊 我感觉这一期其实是我 这很多年来我自己的这个研究 包括我自己的经验在这里得到了一个比较大的体现 我大概从19年开始就对这种人工智能写诗 尤其是写这个传统的古诗有了兴趣 我听说你还有一首当年的AI诗作也带到了现场 对不对 对 到处都是行为艺术 这是你哪一年的作品 这是我应该是我19年写的程序的作品 2019年的一首现代诗 记住我的诗歌吧 他们来自一颗火热的心 我觉得其实不论你用AI做诗 还是用手和笔在做诗 其实最后都是从心里来的 这里我想我们经常讲人工智能 其实人才最关键嘛 那的确科大训飞 我们的AI学习机 通过个性化学习的这样一个方案 希望让大家可以提升我们的效率 而把我们精力解放出来 更多的可以用于我们的体育锻炼 用于可能我们感兴趣的更多的精力 放在像人工智能这样一些前沿的方向 我觉得我们这样一些前沿方向 特别需要我们未来的这样一些年轻的人才 我想今天我们是用AI 赋能我们的孩子的成长 那么明天我相信他们一定能 进一步推动我们AI的下一个飞跃 谢谢 我们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善用AI 人工智能这个工具 能够做出更伟大的事情 这事情可能是我们人引以为傲的写一个诗歌 也可能是完成自动驾驶 也可能是完成超级的计算 希望最终有一天 AI能够足够的聪明地展现出世界的样貌 处理好现实的问题 为人类的生活和发展做出贡献 今天我们两队的选手 在短短的二十四小时之内 能够把AI赋诗给做好 所以我对他们的未来 以及我们国家在人工智能的未来寄予厚 这一节的胜利 并且获得了一把未来赢的钥匙 吃好助选恒顺 超脑家庭都爱用的恒顺香醋 让我们再次恭喜选手挑战成功 配金拿着 因为你拿着显得钥匙很大 你这怎么放呢 你不是每天背的那个配细包吗 今天我还看到了你的配细包呢 在那儿 快拿过来装钥匙 你这今天是狗狗囊囊的是啥 这个 你这个红的是什么 你给我看看 这是一个小话筒 因为我觉得 平日姐姐唱歌非常好听 我想让她唱一首歌 三尼 那我就 唱一个我专辑里面的歌 送给我们各位同学 叫《像孩子一样长大》 帮我拍个手好不好 不然太干了 好 就像孩子一样的长大 忘记了带伞就领域回家 遇见了坏天气 也能想很开心一夜 就像孩子一样的长大 好的 本次 少年大朋友 超脑少年们解锁了解析能力 当然为了让更多的孩子收获 我们要感谢科大训飞 AI学习机 独家冠名播出 成顺相处六年成正 解析能力 其实它是一种有逻辑思考的一种习惯 也就是说 世界上的任何的事情 其实都是很复合的 如果你没有这样子的这种 能够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或者把分杂的世界能够 按照你的想象力分成不同的线索 按照这种线索去摸索去找规律 那实际上你是不能够深度的去了解 或者解决这个世界上的复杂的问题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一种解析力 简单的说 就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 把无序的问题秩序化 就像王达山精彩奶粉 严选优质奶源 营养才能更加全面 好奶粉促进宝宝大脑发育 培养灵动思维 因为具备更强的解析能力 让宝宝未来更加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育